爱塞航空的空难初步调查报告公布之后 波音公司陷入了更为尴尬的困境 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 爱塞航空空难的初步调查报告 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 当时飞行员收到一连串警报警示 但几乎没有可操作的飞行高度来拯救飞机 失事客机的飞行员遵循了经过认可的应急程序 拼命回拉控制装置 却没能让机头上扬 这一点令波音在修复飞行控制系统方面 遭受更大的压力 美国纽约时报评论称 几个月来波音坚决否认 外界针对737 MAX安全性能的质疑 并坚称飞行员可以通过 遵循紧急程序清单来处理任何问题 初步调查结果却显示 飞行员没有操作不当 但机长无法按照他接受过的波音训练程序 恢复飞机的正常飞行 无论是软件缺陷 系统隐患还是培训问题 矛盾都指向了波音 初步调查结果 加剧了波音公司的窘境 英国广播公司指出 如果最终调查延续到夏季 飞行航班的调整 会大幅增加波音公司的运营成本 在资金上波音公司已经陷入危机 与此同时 波音公司的声誉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针对波音公司的多项调查正在进行 至少有两起诉讼已经开始 起诉者扬言要让波音公司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 波音这个航空界的巨头 如今正面临着生死存傍的关口